雷歐聊世紀 天天都不幸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印度士山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山的比賽 好 那這場比賽很特別 開局就在這個島上 這個島上是有非常多的兵 還有這個鮭魚群 開局由於運輸船只能載五個人 所以被留下來的人就先開個碼頭 那這個碼頭開完 結果到這邊失誤沒有載到人 就掉頭就走 哎呀 我慢了一些 好 這邊島特開局失誤 連TC都還沒下 反正是Balance 這邊是已經下了 OK 這場比賽印度士山對上波斯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邊TC下在八點鐘點位的島特 選擇了印度士山人 那印度士山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駱駝攻擊速度非常快 那他的黃金有這個大干道的關係 可以黃金速度產生10%的這個效率 這個包括這個生物的產出黃金速度 那印度士山人呢 他的後期火箱是非常遠的 那他也可以打這個馬攻策略 還有這個步兵的古拉姆 好 古拉姆步兵爆也是很適合的 整體來說 印度士山人是全能型的文明 但是他打起來會比較偏向於吃這種黃金冰種 垃圾冰的話可能不是這種的給力 但是還是可以用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右上角出生點位大約為1點鐘或2點鐘方向的 這個巴斯 選擇了紫色的波斯人 那波斯人呢 在這種海路縫合圖來說 這個優勢也是蠻大的 他的城鎮中心呢 跟碼頭的工作效率 都是有這個增加 增加效率在的關係 所以要出這個魚呢 或者是出這個漁船啊 或者是出這個村民 都會更迅速一點點 那波斯人的後期 他的工兵不太行 沒有強弩也沒有三級色 但是他有銀貫技術 波斯工兵 可以讓自己的工兵 不需要耗費黃金 就可以產生了 有點像是 工兵版的波蘭嗎 這個工兵有特殊能力 黃金非常便宜 那省下的黃金 就可以投資在這個波斯戰像 或是自己的薩瓦爾 騎兵 那後期的波斯人 打法還是偏向於騎兵路線 步兵路線不太行 只有這個常見兵 但是槍兵 也算能用 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兵的開局方式 那這邊可以看到 目前 巴蘭斯用這個運輸船 找到了三頭魚船 不是三頭魚船 好 那道德呢 這邊是找到了四頭野豬 這也不算野豬 這個信仰的豬 那野豬就帶回家 那這邊巴蘭斯 有沒有下碼頭 這就稍微有點可惜了 那這邊道德擁有這個捕魚優勢 現在經濟上來說 就是領先波斯人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 唉唷 唉唷 結果 道德這邊搶到了豬 唉唷尷尬了 巴蘭斯 道德這邊有點乳 就是要搶豬 豬放得回去嗎 好 這邊稍微抖動一下 想要讓對方大一 一直在看 要不要放豬 要不要放豬 好不放 好抓掉了 終於放了 好換了巴蘭斯緊追在後 好 結果這邊有個殺個回馬槍 但是巴蘭斯並沒有看到 這樣地圖真的蠻有趣的 好那這邊有壺呢 是可以撈魚的 有點像是非洲臨終空地那種感覺 好一定要下個模仿 來撈魚一下 畢竟這個魚喔 撕免費真的香啊 OK那這邊野豬吃到一半就不吃 因為有點缺木頭 待會還要補個兵工廠 跟市集 所以木頭會非常極限 但這邊似乎並不是要直層 而是補了一個軍營 這邊可能是要打工兵開喔 三個人挖金 或是工兵開 道特這邊可能是要打直層 但封建時代以上 火戰船 有按嗎 沒有 反正是巴蘭斯 這邊按了一艘火戰船 你這個捕魚捕這麼爽不行 讓我來燒燒 道特這邊是補下的織布技術 看到有人這邊搞屍 直接吃掉兩隻肉馬 結果道特這邊是肉馬開 這裡有點微妙 好中間的海域被燒掉 但是應該不會搶著魚吃了 因為這個大魚的點 其實也不是那麼多 魚沒了就放棄打 可能會更好 好這邊稍微微一下 但上面的村民還是被抓到了 這邊稍微反打一下 後面再繼續抵抗這邊的肉馬進攻 槍兵過來 OK槍兵過來就防守掉了 碼頭直接放棄 這邊均勻補下之後 來不及補射箭場 選擇補在家裡 如果這個射箭場能蓋起來的話 道特可能就會有點危險 好 但是已經阻止對手把射箭場蓋在家裡 那現在對手的工兵 就只能從家裡出發 這個距離 就會稍微遠了一點 殺傷力也會下降很多 那最近 有網友在說 這個工兵 到底要三個人去 或四個人去 那我稍微解說一下 四個人挖的話 就可以很確定 你的工兵是 單射箭場不會斷工兵 那三個人挖進的話 你的工兵可能會 邊按邊斷邊按邊斷 但是優點是什麼呢 雖然會 你有可能會斷工兵 但是你省下來的木材 可以讓你更快灑農田 升到這個城堡時代 所以這是一個取捨的問題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工兵 數量一直保持在 產能全開的情況 那你的黃金還是不到八個人 或是九個人 可以穩定的意思 不斷工兵 那木材量呢 一樣是十個人或九個人 去挖就可以了 那我是覺得十個人 會更穩定一點 因為你還需要去補這個房子 或是灑農田 速度會更好 那不管怎麼說 我是覺得 木頭量 如果你是想要全產人 快速開農的話 十二人伐木 可能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那這邊槍兵一隻被打掉 然後後方兩隻工兵 在這邊繼續輸出 點掉了一隻肉馬 兩隻槍兵被換掉 後面火戰場可以幫忙輸出 波士人一升到城堡 是在點下了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然後開下了3TC OK 波士人確實該這麼打 只要有3TC在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隻參系的村民會被抓掉 趕快拉走 完蛋來不及蓋好TC 還是被抓掉了一村 現在兩邊創民術 道德是暫時落後的 畢竟波士有這個工作效率的優勢 創民術已經領先 支援量也是領先過去了 兩邊封建史丹沒有什麼太大的打鬥 但是工兵一直在騷擾 這邊重裝長槍兵 撤退一下 工兵過來解生女 結果工兵被招搶 兩邊對射 射倒對方的工兵 生女再出來繼續招 這邊想要招重裝長槍兵 看到火彈船招想像 OK 選擇拉走另外一台火彈船過來 有招到嗎 沒有 好 落馬過來這裡了 先來落馬 騷擾為重 如果能抓到村民的話是最好 讓對方收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騷擾的目的 結果這邊兩隻槍兵抓到了輕騎兵 輕騎兵 輕騎兵只剩下兩隻殘血了 OK 那左邊沒有太大的動機 戰船過來被招 哎唷 順利招響到 那現在波斯改為4TC 繼續能 這張地圖真的是打後血比較好 因為他有點偏大 如果打派攻的話 如果打不進去 對方可能會變成且打且退 對 用空間換時間 如果他能上去的話 帝王打城堡就難受了 那印度斯坦打波斯人後期 有這個帝王駱陀在 所以遇到薩瓦爾 也不到說非常難處理 好 波斯這邊點下輪軸 好 後面補了一個大學 好 這邊 是要走什麼路線呢 走馬攻 那波斯人現在馬攻路線 他的一個特點 就是在城堡時代 就可以研發安息人戰術 這個效果 讓他的遠程防御力更高一點 還有這個打槍兵的效果 傷害更高 那只要克制住對方槍兵之後 自己的波斯戰相 就不怕長槍兵了 就算一個小細節 甚至連對方僧侶也算是蠻好克制住的 所以波斯人給這個效果 我覺得有蠻大的加成 讓馬攻配波斯戰相 這個組合搭配是成立的 好 這邊馬攻騷擾 駱駝過來 後面僧侶招降到一隻槍兵 還沒招降到血度的槍兵 好 但是駱駝的話 只要能貼到馬攻 就可以造成大量傷害 馬攻數量一定要先堆疊起來 才會比較好反擊駱駝 但是波斯人這邊是先點下地龍時代 感覺城堡時代 還是小打小鬧 並不是要來大開戰 好 右邊城堡已經補下了一個 這邊城堡有要補銀貫嗎 波斯工兵 好 本來是沒有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問有沒有要點波斯工兵 是因為印度斯坦這個單位 大家也知道 這個駱駝比較害怕射擊 如果想要換一個支援戰的話 點個波斯工兵 出一大堆奴兵 去射對方駱駝 其實也是蠻香的 但是最重要的東西還是要出槍兵 去反之駱駝 那弓兵的話 我覺得算是附贈的嗎 附輸出 那省下的黃金還是多出薩瓦爾 或是轉一些波斯戰象之類的東西 可能還是更好 好 那城堡時代 現在 道特也提升到了帝王時代 這裡拆城門能夠拆進去嗎 打掉地座 第二個地方又圍了起來 後面馬弓稍微射了一下 射死了一隻駱駝 這個牆很努力在打 終於要被打破 完蛋 大門已經敞開 但是後方 洞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好 現在家裡的部分 補下了非常多的射箭場 還有馬舅 那這裡沒意外的話 道特應該是要轉個印度火衝 狙擊火槍 射程非常遠 那波斯戰這邊也是點下了化學 增兵技術 那這邊二級這也沒有點 也不確定到底是不是要走馬宮 感覺巴恩斯這邊還沒有決定要走的路線是什麼 反而是先把家裡先圍個大石牆 可能想要靜觀其變 看一下到底道特這邊 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先確認對方轉什麼兵 之後自己才要轉兵出來的一個策略 但是現在這些弱駝 確實還是很麻煩 那現在也沒有槍兵 槍兵也沒量產 化學點好了 還是要走火槍呢 但是波斯人走火槍 感覺也不是那麼的適合 畢竟雖然有火槍 但是射程來說是已經輸對手 好 這邊是直接鬼船火炮戰船 這什麼鬼 波斯人直接直上火炮戰船 OK 直保船 在這附近 要不要去炸個駱駝呢 道特這邊是點下了重裝駱駝升級 先把駱駝的路線升級上去 右邊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遊戲時間來到34分 兩邊的戰損只有少量的二十幾隻 這些駱駝到現在還在打 打了七七四十九天了 一直打一直爽 但是道特也沒有想要理這幾隻駱駝的意思 就是打就對了 OK 非常寧靜 兩邊濃到地龍時代 才準備有大動作 火炮戰船 而且還是精銳版本 精銳版本的火炮戰船 挺特別的 好 三台火炮戰船 但是路上也有火炮 稍微反擊 OK 巴奈斯點下大槍兵 大槍兵升上去 點下奴炮戰船 沒想到波斯是走一個海戰路線嗎 好 但這邊已經眼神確認過 對方駱駝很多 還是整個擊兵先壓壓驚 但是還有火槍在 那火槍該怎麼處理 波斯人最好的辦法就是出薩瓦爾 好 但薩瓦爾又會被 帝王駱駝給壓制住 所以這邊波斯人要打贏正面的話 槍兵配薩瓦爾 可能是最佳正解 不然就是要轉出 波斯戰相 吸一點傷害 但是面對這種火槍陣 也不是那麼的好打 好 點下監管技術 波斯堡壘 也算是波斯城堡 好 這裡火戰船稍微燒一下 結果城堡 最後還是順利拆掉了 三艘火炮戰船 做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好 翼王駱駝 提升上去 三級弓兵甲也提升了 好 波斯人點下了安血人戰術 結果還是要走馬弓啊 想想 還是走個馬弓路線 那其實印度斯坦這個搭配 是蠻害怕的工兵單位的 只要工兵數量一多 一直用波斯工兵 免經消耗的話 到頭可能會有點難受 這真的就是要打到非常大後期 才會有劍效的效果 正面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要自己多出一點黃金兵 沒想到波斯這邊是選擇了馬弓 那馬弓的話 波斯人就有點可惜了 帝王時代沒有三級射 傷害就只有6加3 待會重裝的話 才會再加個1點傷害 變7加3 10點傷害而已 好 後面鎧甲慢慢提升 火槍兵開始在狙擊 後面火炮 努力反擊 但是這裡沒有石頭 只能乾燈岩 修理城堡也修不起來 到頭這邊慢慢進攻 也不急 火槍就是跟你打個狙殺 用火槍射掉火炮戰船 太狠了 但是現在沿岸打擊 火炮戰船打得非常舒服啊 走進去了 這一波 馬弓斯人來到26隻 好 那巴蘭斯這邊是波斯人 其實也是有大洛馬的 那這邊如果大會有找個機會提升大洛馬 去抓工程器 也會壓力小了一些 那現在能反制巨型頭石機的最好辦法 還是出火炮 家裡有沒有產火炮呢 好呦 這裡有在產 那這邊巨型頭石機要架起來了 進攻城鎮中心 這個黃金可能也難挖了 火箱走進來 對著村民就是好幾槍 村民處下降的有點多 139村對122村 但是現在波斯人有控海圖的優勢 一直沿岸掃蕩 甚至連修道院的生活都被打噴出來 這裡馬弓上前 直接點掉了兩隻火槍 但是自己的馬弓死了3匹 這就是狙擊火槍最麻煩的地方 在你靠近之前 他就可以先行 先守必勝 射程是非常遠 9點射程 好 馬弓死這邊 大級B升級3級甲 拇指環2級攻 慢慢提升上去 馬弓先繼續努力射擊 但是重裝馬弓還沒有辦法提升 槍兵上前防守反擊 火槍打一發 炸掉了非常多的火槍兵 火槍又再吃了一炮 這裡果然還是要靠火槍 才升場了 馬弓只是夾住用的 只要輸出還是要靠火槍 後面阻止後續的進攻 好 現在這個情況 對班牙斯來說是一個不錯的情況 可以打得回去 馬弓點掉一台火槍 第二台有機會嗎 硬點 可能會點到頭部血流 但是點掉一半又突然不點 這樣到底是要點還是不點呢 但是如果不點的話就很可惜 後面火炮還有機會能造得到嗎 好 自己的火炮在後面 趕快努力反擊 這面的帝王露脫死的差不多 但是班牙斯的黃金樹跟食物 已經來到了極限 道德這邊支援是怎樣 各種支援三千不看石頭的話 哇 這個庫存支援量太噁心了 剛來道德準備要來用支援砸死 就是班牙斯 好 印度斯坦對上波斯 正常來說 兩邊都是可以互相傷害的 那我覺得全能型的印度斯坦 可能還是會更厲害一點 波斯人雖然有工作效率的提升 但是到了電用時代之後 由於沒有三級射 沒有射箭優勢在的話 還是會比其他文明更難反制印度的駱駝 好 波斯點下佔毛冰跟閃幾攻 雖然這一波擋住了 但是火箱還在後面 那這場比賽 誰贏了我記得誰就可以晉級 所以兩邊應該算是打得比較緊湊的 比較緊張點 不會有太多輕鬆的氣氛 打的都算是偏小心 並沒有那麼的衝動 好 果然波斯人還是受不了了 點下了波斯公兵 發現自己消耗耗不贏對手 馬功真的是太貴了 波斯公兵早點點下 點下了三級的公兵鎧甲 中期黎根也補下了 現在支援量來說 Balance是有點慘烈的 右邊的三台均勻頭11 成功拆掉了城堡 還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前線的這個採訪地也蓋不起來 但是火箱直接看到城堡這裡 或是工兵出來 但是被火箱直接狙殺瞄準 死去 太狠了 印度的狙擊火箱 61隻火箱 這到底 是怎樣 印度的火箱陣 好可怕 你出工兵 我用戰錨反擊 波斯人可能還是要轉火炮 火炮怎麼被抓掉的感覺了呢 好像火炮全死了 現在一台火炮都沒有 波兵走進來 道德這一波 下方也在繼續進攻 但這一坨兵沒有火炮在 真的是難以處理啊 波斯公兵的優點開始出來了 雖然慘工兵需要耗費更多的木頭 但這邊打槍兵 火槍兵效果還是不錯的 而且自己的工兵還是免金的 所以這個打法還是 到印度士坦的火槍陣 波斯公兵還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但是道德好像也完全不缺金 是怎樣 七千多塊黃金 這種資源庫存是在主賽事能看得到的嗎 哇 這是用錢砸死對手啊 道德真的太狠了 現在巴拉斯急需黃金來源 這裡有黃金但沒有開挖 這裡有 開始慢慢往下控 波斯公兵開始立大功了 只需要用木材 就可以產生大量公兵 道德其實被換到有點小虧了 好 畢竟工兵這個射速還是比火槍快上很多 好下方這裡有個大動作 這裡踩了一些古拉姆加火槍 想要阻止巴拉斯這邊從中間 蓋寶入侵自己的家裡 那現在火炮戰艦在後方繼續後排輸出 當作火炮拿來使用 好三台巨型投司機好像走得有點太前面 攻城戰項直接硬頂 一瞬間頂掉了一台巨型投司機 這裡巴拉斯有點操作小小的失誤 好巨型投司機這邊可以架起來了 但是他是要往這邊進攻嗎 不是 中間這裡 拉了非常多說明 但是城堡按不下去 這裡買賣一波 石頭還差了50 這裡想要蓋寶嗎 好但現在正面情況有點不太樂觀 後方有非常大量火箱 古拉姆 好但這邊直接進入到了城堡 車車範圍內 波斯的城堡 直接對著火香兵正面反擊 好正面的部分反而想要蓋寶 但是古拉姆及時回舊 後方火香兵還在騷擾 巴拉斯村民處已經布滿100村 經濟有點糟糕 波斯戰相從這邊直接產生出來 但這個戰相也不是精銳版本 巴拉斯波斯人已經所有支援布滿四位術 都是三位術 到這裡還有5000多塊黃金 我的天啊 這就是真正的大傻幣 火香兵直接手撕巨頭 但巨頭的遠防非常高 應該是射不穿的 要射200發 外面還有村民在修理 而且這個火香兵一直在用頭接城堡傷害 這座城堡已經擊殺了快要30隻的單位了 後面兩台火炮戰船 後面的村民在修理 但是被火香射到頭破血流 火炮戰船被射倒立台 後面的進攻 DOT也不管了 我就是火香繼續按 雖然損失很多 但是只要能射倒對方的火炮 守住這根城堡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 OK 家裡的火香重用免金工兵搞定了 但是這面的前身也是全部被瓦解 DOT這一波火槍反打 加上古拉姆的連環夾擊 順利的收掉了波斯人的這一波進攻 好上方又有一個新的城堡 想要來重新佔領 新的經濟區 但現在上方的火香數量還是有點多 Balance這邊想要回農 但是已經打出了聚聚 這邊Balance還恭喜了我們DOT 他打得不錯 希望他下一場比賽也可以很順利 好 那最後DOT是出了197隻的火槍 Balance出了89隻的弓兵 跟81隻的槍兵 跟53隻的馬弓 從結果來看 Balance這裡沒有轉出古拉姆 不是古拉姆 這個薩瓦爾 正面的防守能力跟突擊能力 還是有點差強人意 但是為什麼他不出薩瓦爾 最大原因還是因為是帝王駱駝 有存在的關係 但如果沒有及時轉出來的話 遇到這些火槍兵 或是古拉姆的時候 要反擊就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如果不出古拉姆的話 不出薩瓦爾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點大陸馬 會比較有一些機動性的優勢在 會比較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DOT 拿下支援槍的勝利 贏了2萬支援 黃金數 整整贏了1萬2 這個數字是在直接賽裡面 很少看到的數字 黃金贏得快1倍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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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